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听听每个美好的清晨 清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126期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0篇烧香的坛 你要用金和荒木造一座烧香的坛 坛是四方形的 长45公分 宽45公分 高90公分 坛那四个凸起的角 要跟坛连接成一整块 要用纯金包裹坛的顶端 四边和四角周围向上金边 要为坛造两个抬杠用的金环 接在坛两侧的金边下 好让抬杠向坛的杠穿过 要用金和荒木做杠子 用金子包裹 香坛要放在悬挂在约柜前的杖曼外 那是我要与你们相会的地方 每天早晨 亚伦来整理灯展时 要在坛上烧芬芳的香 办完点灯时也必须烧香 世世代代老继续这样 现香 不可间断 不可在这坛上烧北径的香 或烧画祭 或素祭 也不可在上面 现炼祭 每年一次 亚伦要行洁净的礼 用书最寄生的雪 洒在坛的四个凸起的脚上 世世代代要奉行着礼仪 这坛要完全圣化 奉献给我 上主 上主圣目的捐献 上主对摩西说 你调查以色列人口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向我献 输最金 以避免调查时可能遇到的灾祸 被登记的人 必须按照圣所所规定的标准 缴纳固定款额 左线 给我的礼物 每一个登记的人 就是二十岁以上的男丁 都要缴纳这款额 付书命金不分贫富 富人不多付 穷人不少付 向以色列人民收取的这些钱 要用来做维持圣目的费用 这是他们为自己的生命 付出的奸献 我会因此 记得保护他们 铜盆 上主对摩西说 你要造一个洗涤用的铜盆 和一个铜盆座 拿来放在圣目和祭坛中间 盆里要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进入圣目 或走进祭坛 掀祭物时 要用这盆里的水 洗手洗脚 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被杀 他们必须洗手洗脚 才免于死 这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要遵守的规定 圣游的至乃 上主对摩西说 要拿上等香料 留置的墨药6公斤 香肉桂3公斤 香昌浦3公斤 和6公斤的桂皮 都按照圣所所规定的标准重量 加上4公升的橄榄油 用调制香水的方法制成圣油 要用这圣油涂抹我的账物 约柜 共柜 和桌上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一切器具相谈 现烧画剂的檀和一切器具 以及洗涤的盆和盆座 要奉献这一切 使他们完全圣化 凡接触到的人或物 都会被神圣的威力所伤 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图圣油 锋利他们做祭祀 侍奉我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民 世世代代 你们要在敬拜我时 用着圣油 不可把圣油倒在常人身上 也不可应用同一处方 配置同样的油 这油是圣的 你们必须以它为圣物 若有人配置同样的油 或用着油来涂抹祭祀以外的任何人 他必须从我的子民中储去 香的制法 上主的摩西说 要拿下列各样分方的香料 酥和香 香螺 白松香和纯乳香 分量香等 用调制香水的方法配置 再加上盐 使它纯洁盛化 要拿一部分倒成粉末 带到我的账目 撒在约柜前 就是我与你们相会的地方 这香是至上之物 不可用同一处方 为自己配置同样的香 它是献给我的圣物 若有人配置这种香 自己享用 它必须从我的子民中 除去 出埃及记第31篇 建造圣木的寄宫 上主对摩西说 我已经从犹大之族挑选了 霍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 比萨烈 比萨烈 我的灵 充满它 我赐给它聪明 材质 技巧 能够做各样工艺 如设计图案 用金 银 铜 铸造各种器物 能克可镶嵌的宝石 又克木头 又能做其他各样精细的工艺 我又从淡之族指派了亚西萨默的儿子 亚和李亚伯做他的助手 对那些有精巧技艺的人 我掩赐给他们的材质 能够制造我所吩咐的各种器物 就如我的账目 约贵 约贵的杠 账目的一切用具 供桌和一切器具 纯金的灯台和一切用具 香坛 献烧画剂的坛和一切用具 洗笛盆和盆坐 精美的祭祀圣服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执行祭祀职务时所穿圣服 圣油和圣索 所用分方向 这一切 他们必须照我所吩咐的制作 谨守安息日 上主吩咐摩西转告以色列人民 说 你们必须谨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们跟我之间 永远的凭证 表示我 上主 卷写的你们 做我的子民 你们必须谨守安息日 因为这日是圣日 凡不遵守这日 照旧工作的人 必须处死 你们有六日可工作 但第七日是严肃的休息日 是献给我的 凡在日工作的人 必须处处死 以色列人民 要永远谨守这日 作为立约的凭证 这是以色列人跟我之间 永远的凭证 因为我 上主 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 在第七日 停工休息 上帝在西奈山上 对摩西说了这些话后 把两块石板交给他 上帝亲自在石板上 写下了他的戒命 出埃及记第32篇 金牛 以色列人民 看见摩西迟迟没有下身 都聚集到亚伦跟前 对他说 我们不晓得 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 遇到了什么事 所以请替我们选个神明 来带领我们 亚伦对他们说 把你们的妻子和儿女们 带着的金耳环摘下 拿来给我 人民就都摘下 他们的金耳环 送到亚伦跟前 亚伦把耳环融了 倒在模型里 铸成一头金牛 人民说 以色列啊 这是带领我们 离开埃及的神明 于是亚伦 在金牛巷前 住了一座祭坛 宣布说 明天要为上主守节 第二日一早 人民迁来了一些牲畜 有的当生祭烧花 有的当平安祭吃 他们坐下大吃大喝 狂欢作乐 上主对摩西说 赶快下身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 背弃我 他们已经偏离了我命令他们走的道路 他们用金子铸造了一头牛 向他跪拜 向他献祭 他们说 这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 我知道 这人民多么顽劣 现在 你不要阻拦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中文字幕提供 就算是领悦的 我们是领悦的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灭绝他们 我要使你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 但是摩西向上主 他的上帝肯求说 上帝啊 为什么向你的子民这样发怒呢 他们不是你用大能大力 从埃及救出来的吗 为什么让埃及人说 你故意顶他们离开埃及 非要在山顶 把他们完全消灭呢 求你息怒 回心转意 不要向你的子民 讲大灾祸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记得 你向他们发了严肃的誓言 要使他们子孙繁多 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并且应许 把这整块土地 赐给他们的后代 作为永久的基业 于是上主改变了心意 没有把原来 要加给他子民的灾祸 降在他们身上 摩西转身下山 拿着两块 两面都写着诫命的石板 上帝亲自做了这两块石板 并把诫命刻在上帝 约束亚听见人民 呼喊的声音 对摩西说 我听见营中 有战争的声音 摩西说 这既不像打胜仗的欢呼 也不像打败仗的欢呼 而是歌唱的声音 摩西走进营地的时候 看见了牛巷和跳舞的人群 紧不住大怒 就在山脚把带来的 两块石板摔在地上 摔碎了 他把人民铸造的牛拿过来 融化了 磨成粉末 撒在水上 然后叫以色列人民喝 他对亚伦说 这些人对你做了什么呢 你竟是他们犯这样的重罪 亚勒回答 请不要生我的气 你知道这些人决心作恶 他们对我说 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 遇到了什么事 所以请替我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 我要他们把金事带来给我 那些有金事的人就摘下他们所有的交给我 我把金事丢在火中 这牛就出来了 摩西看出亚伦 无法管束人民 以致他们放肆成为敌人的笑柄 他就站在银门前 大声说 凡数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 所有的立位人就都结集在他身边 他吩咐他们 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 每一个人都配上剑 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 杀你们的兄弟 朋友和邻居 立位人服从命令 在一天约杀了三千人 摩西对立位人说 你们今天奉献了自己 旅行祭祀 侍奉上主的旨物 杀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 所以你们蒙上主 赐福了 第二天 摩西对人民说 你们犯了严重的罪 现在我要再上山 到上主那里去 也许能够为你们求得 上主的饶恕 于是摩西回到上主那里 说人民犯了严重的罪 他们铸造精神像 摩拜 求你赦免他们的罪 否则 求你从你子民的名册上 除掉我的名字 上主回答 我要从我册上 除掉的是那些 得罪我的人的名字 现在你去吧 把人民带到我 指示你的地方 我要拆天使 在你前面引导你 可是时候将到 我要惩罚他们 所犯的罪 也是上主 在人民当中 降下瘟疫 因为他们逼亚伦 铸造金牛巷 世界明珠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 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 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 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 听书 世界明珠系列 敖起立